Ryo聊世紀 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地圖 好 後天有被現在結束了 我們回到天梯的比賽當中 這場比賽是路易斯選擇了法蘭克人 他的對手選擇了喬治亞 這場比賽應該也是相當精彩 兩個都是馬國文明 也就是新舊馬國霸主 那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的文明特性 文明特性是他的遊俠是不能升級的 但是他的寶兵莫娜斯帕 每七隻都可以增加一點傷害值 而且他後期有大落馬 比法蘭克人的後期更有後期的打法能力 喬治亞人有三級射的關係 其實他也是可以走馬攻路線的 而且還有安息人戰術 後期的戰毛兵也有射程上的正常使用方便性 喬治亞人他的打法比較算是騎兵 配上步兵跟法蘭克很像 他的問題是沒有火炮 所以大部分時候還是得靠莫娜斯帕 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路易斯選擇了法蘭克人的文明特性 法蘭克人的文明特性 柴果子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而且自帶騎兵20%的血量加成 法蘭克人的三級弓兵鎧甲跟三級射都沒有 所以他的帝龍時代的戰毛兵會非常弱 但是優點是他有火香兵跟火炮 但缺點是他沒有大落馬升級 所以後期血量只有72滴血非常的弱 那跟喬治亞人一樣也都是步騎作戰 步兵加騎兵是他的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來看一下黃金的位置 分布是比較尷尬的 都是偏外側而且下面都沒有木 這是什麼超級大爛圖 還有這個木區全部融合在一起 木區非常的厚實 只要把這裡圍起來小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一下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下面這裡是很難圍喔 那來看一下喬治亞這裡 喬治亞這邊地圖就比較正常一點 屬金在裡面黃金一個在左側 但他的附近跟路易斯一樣 兩邊都是偏正面的位置 那目前看到喬治亞人這邊地圖位置 看起來是比較好一點的 至少木區是三片 而且都蠻厚實的 不是那種寶寶的那種 OK那這邊喬治亞人準備要來升級10代了 那現在法蘭克人多點到了19匹 點下了織布技術來升級10代 那對手喬治亞打了一個超級極限升級 還偷了織布 這什麼鬼 16匹 升封劍 哇 7分39秒 升好封劍 好 但這邊馬就會稍微慢了一點 法蘭克人 路易斯這邊正在升10代 可能第一隻肉馬出來 10代才剛升上去 有沒有可能呢 好像有可能喔 好肉馬先按了第一隻 喬治亞點下了一隻伐木 但點一隻伐木 是能夠出這麼多的肉馬嗎 好這邊來看一下喔 好兩隻肉馬可以出 好沒斷村 開始回家 好肉馬兩隻出去 要按第三隻嗎 沒有 不想要斷村 所以這邊是選擇了按村民 不按肉馬 好 急速肉馬升級之後 居然是選擇了先回家防守 你這什麼意思 你極限肉馬升級 不就是要去 弄死對手嗎 怎麼在家裡呢 OK好 那看起來是 極限升級之後 想要回家轉農的路線 一級農田也馬上補下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肉馬 這個操作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OK這一波肉馬進去 應該是有點難打到東西 還是得稍微繞一下 上面就是 果子區跟木頭區 哎唷被戳到了一槍 這一槍出槍出得好 前期肉馬應該就是一直奔跑 路易斯居然是想要圍到底啊 這一村可以拿下嗎 哎呀順利拿下了 路易斯這邊打得有點尷尬 命在回家 但是防守卻出現漏洞 這個沒有一直用槍兵去防守村民 好喬治亞現在家裡順利的在灑農田 正面的話目前就是用肉馬偵查當中 後面也在灑農田了 法蘭克人這裡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結果這一村又被拿下 路易斯開局死兩村 這是要吐的節奏了嗎 好這個超級大爛圖 路易斯還是決定要圍 不管什麼地圖 都是給他圍死 這個知道是不是好事啊 感覺 有好有壞 好事是 比較好 比較好去防守 但確定就是很傷經濟啊 好這邊喬治亞終於把自己的肉馬給送掉了 但是法蘭克也因為這三隻肉馬 損失了三隻村民 喬治亞已經順利的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前期打的是非常非常濃的 那法蘭克人這邊居然是走了一個雙射箭場嗎 雙射箭場開局 法蘭克人城堡時代其實也可以打工兵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打了一個工兵轉奴兵的 這個戰術轉兵 那待會就可以接續自己的騎士 奴兵接騎士 然後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一個前置打法 那這邊喬治亞的人都已經看在眼裡了 剛剛事件場轉出來 他都有看到 這邊應該會先捅個毛兵或是馬弓 好這邊喬治亞是選擇了馬弓路線喔 然後三個射箭場 三個射箭場打步工兵 好現在工兵數量有點多了 但是城堡時代還在升級當中 沒升級好就別出門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喔 好右邊的村民一直在維加 這邊補了一個大學 升級好準備出門 但是馬弓已經來了 但重點還是這一坨兵喔 好看一下這一坨兵應該是沒有辦法射得到 沒有彈道學 就要射這個移動的馬弓 還是有點困難 好再兩匹馬過來 沒有辦法來救到 損失了一隻 喬治亞這邊是走馬弓開局 喬治亞他有個特殊能力喔 就是騎兵單位會自動回血喔 那這個效果呢是連馬弓都吃得到的 所以喬治亞不然是一開始的赤猴回血阿 或是馬弓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續航能力在的 好 法蘭克人這邊開始點下了彈道學 已經升級好 現在喬治亞不能再用這個走位去躲箭矢了 彈道學有了之後通常就只能用臉去接 好看一下兩邊的血量變化 這邊喬治亞的血量是500多滴 喬治亞這邊是688 但是彈道學還是有抖掉一些喔 OKOK 法蘭克這邊 射了幾發喬治亞還是躲掉了 但是這一波走進去 家裡我就差不多沒有打算 要繼續防守 這邊是射幾個田 稍微騷擾一下家裡有奴兵繼續防 並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而是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要來開農了 好看回正面 這裡田一片一片的被射掉 但還好這些田喔 肉量都射不多喔 所以這裡被射掉應該是小傷 好 那喬治亞家裡要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沒有是補了一個大學 家裡也並沒有轉出毛病這個東西 好結果正面兩邊又突然開打 這一波開打 喬治亞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攻進去 路易斯這邊防守做的還是不錯 好正面終於打破了這個房子 衝了出來 開始射了村民射了兩隻 往回啦 OK那現在兩邊的村民處差距 只有五村左右而已 法蘭克人這邊打的算是蠻穩的 可以空到這麼多鐵已經算是很不錯的結果了 喬治亞這邊應該是要直接拉馬弓 過來解決這一坨奴兵了 好馬弓全部放出來 先集火了騎士 這波騎士集火把馬弓往上拉 這一波馬弓直接貼臉 就不需要彈道學 沒錯 OK搞定了 這一波順利拿下 那現在後面這八次弓兵只能選擇回家繞幹的 好那這一波打完之後 喬治亞也墊下了彈道學 這樣兩邊弓兵都有彈道學的效果了 接下來就是看誰抖動更厲害了 喔又在抖又在抖 這個你也想抖啊 好這邊再抖 14隻打13隻 兩邊弓兵數量差不多 但是兩邊都想抖 但是喬治亞這邊抖動的很厲害 這個跟國家機器一樣啊 一直抖一直爽啊 哇我的天我的天 這個是跟HERA學到的吧 哇 自從HERA在世界賽打出了瘋狂抖動 戰術之後 現在天梯頂尖高手們也要取到這一招啦 哇這個抖動抖得好啊 吵架抖掉了非常多的傷害啊 法蘭克人這邊是不攻兵的關係不太好抖 哇現在世紀帝國也要開始講究手術了嗎 好法蘭克人這邊受不了 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兵的算計點下三個射箭場轉戰毛 畢竟有彈道學二級射二級的攻兵鎧甲 用奴炮防守的話有點可惜 直接選擇了戰毛防守 戰毛防守的話優點是 待會省下來的這些奴兵的黃金 就可以轉成後期的遊俠路線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問題是 戰毛兵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對於打馬功來說還是有點差相人意的 這個能力喔 數量夠多才有可能坦得住 好這拖馬功走進來 好這波要開射 直接射爆 不管 先射掉你的奴兵再說 往前點 點光奴兵 好再回高地 繼續打這些 沒有 三防三射的戰毛兵 OK射得很快喔 可以看到這邊 城堡時代的馬功打戰毛兵就這麼痛了 好地龍時代三級射化學 重裝馬功下去 哇這個戰毛兵 真的是會蒸發掉 OK 那現在小子亞依依就是走了馬功路線 由於奇兵會回血 所以他的馬功生存能力真的是很好 現在保存到了23隻 反正看這邊想要蓋寶 好但是看到前面有大量馬功選擇放棄了吧 這裡蓋寶一看就是不切實際的蓋寶路線 但是如果往下蓋的話也很難蓋 這邊也很難蓋 我覺得這邊也需要一根城堡 先守住一下門面才行 好這裡馬功血量稍微殘了一些 喬治亞人沒有打算繼續猛攻 最近在上面蓋了一根城堡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31分鐘 喬治亞現在是馬功 沒有繼續出3TC 繼續農 準備要來點地龍時代 好這裡稍微買賣了一下 也是要來打算前置城堡 OK 現在看到法蘭克這一坨戰毛兵打馬還是有傷害 現在這坨拉打 還想抖 但是其實不抖也沒差了 OK 法蘭克遇到馬功真的是難受 好 喬治亞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下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帝王時代會怎麼去轉兵 那法蘭克人這裡不轉騎兵基本上是沒什麼希望 也不可能用指輔兵跟馬功打 馬功手長 射速又快 指輔兵基本上都是各方面劣勢的一個狀況 那不管是打這個火 這個木納斯帕布馬功 指輔兵都是不好打的東西 所以法蘭克人也不可能出指輔兵去作為主力 好 右邊這一坨 好 拉功讓法蘭克人稍微收穿 電容時代還有一個小 一分鐘 一分鐘 好 這裡偷偷來蓋 燒戰 好 被抓到 騎士拉過來稍微反制一下 好 獲了第二根堡 但是莫娜斯帕開始慢慢轉型囉 好 升到電容時代馬上點下了二級馬卡 三級馬卡也會馬上點下吧 好 這裡還補下了直接5TC繼續農 現在是106吋107吋 現在肉有點不太夠 法蘭克人這裡 沒有補下更多的TC 但是已經開始在補馬舊了 OK 直接升了重裝騎士 看來還是想要走騎兵路線的 那這樣的話 未來就很有了 好 這邊透過買賣一波 把多一點資源賣掉 OK 看到這邊大買賣一波 買了一堆食物 黃金 直接點下了遊俠 法蘭克這邊速升遊俠 喬治亞這邊則是放棄了 走這個馬功路線 馬功路線沒有優先升級三級聖功化學 而是選擇了騎兵鎧甲 三級騎兵甲也升級了 莫娜斯帕也在慢慢量產起來 但是喬治亞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城堡該怎麼守住就是了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需要該防守 反而是法蘭克的城堡 快守不住了 法蘭克為了要點出遊俠的關係 所以把黃金全部投資到了騎兵路線 現在化學點不下就沒有火炮 結果右邊怎麼溜了進來了呢 哇這拖馬功進來抓了幾村 不錯的控制 好後面的重裝騎士在後面 結果被招翔掉了一隻 招架的勝利慢慢走出來 又繼續招翔 這裡招翔招的有點多 又要再招到一次了 哇怎麼拉回去 哇結果拉回去 這個動作又讓自己的騎士被招翔掉了 好這裡拉了戰毛兵過來防守 這邊戰毛兵打的傷害很高很高 沒有抖動的戰毛兵 這個馬功用戰毛就能守住了 好這邊這根城堡 遊俠上去解掉了一台劇情投資 後面三個生侶 招翔到了兩隻莫娜斯帕 這裡直接拉莫娜斯帕過來 直接扁村民 村民這邊直接死了一堆 後方的騎士 遊俠已經被莫娜斯帕給解決掉 好但現在有192遊俠的法蘭克人 還會輸給莫娜斯帕嗎 現在攻擊力有點點不太上去 192遊俠坦度真的是很足夠 莫娜斯帕只有110 111左右的血量 現在是95滴血 精銳還沒有點下 那法蘭克人現在要打 末娜斯帕還有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轉槍兵喔 但目前路易斯這麼早提升遊俠 應該就是直接上遊俠一直線 不會想去轉槍兵這個路線的玩法 而且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遊俠身上 還有巨型投資機身上 甚至還要考慮去點化學 點完化學就有火炮可以用 反而防守對方的巨型投資機也很好用 精銳點一下之後 末娜斯帕血量來到了111底 然後近戰防護力來到了5加3 近防8點 那遊俠的傷害是14加4 所以這個傷害者也是擋下的非常多 末娜斯帕這邊直接手持巨頭 沒有槍兵真的守不下 現在遊俠數量真的是守不住 那後方那一坨遊俠已經來了 來看一下這多遊俠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再追了再追了 好反而客人點下三攻 好看到城堡之後把遊俠往下拉 繼續深入給傷害 腳掉現在家裡暫時守不住 好上方這一波 拖娜也已經被抓到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過來拖抓一下 好喬治亞這邊數量有點多 48隻的末娜斯帕 全部聚集在正面 反而客人這邊開始轉槍兵 但這邊轉槍兵還來得及嗎 轉槍兵還需要很多木頭 這個資源分配 轉型現在轉好像有點慢了一些 但是槍兵趕快下應該還來得及 結果末娜斯帕直接衝了進來 直接想要阻止你蓋大槍兵 哇靠這些末娜斯帕到處鑽到處鑽 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好這一波末娜斯帕往上走 哇哇哇這個損失有點慘重啊 下面的村民戰王兵全部倒下 馬斯塔到處亂戳 後面的遊俠又來了 這一波路易斯也是有來有往 但這兩台巨頭獅要是又被抓掉 就很虧了 這個進攻節奏會不會打亂很多啊 哇這一波巨頭又被換掉 好上面的野精部分 拉了末娜斯帕過來防守 現在暫時沒問題 但是右邊這個洞都被打破 洞一破就衝進來開扁 正面部分有更多末娜斯帕衝了過來 現在法蘭克的遊俠已經快要出不起 現在轉槍兵 大槍兵也沒升級 末娜斯帕甚至不用控 A就完事 好後面的遊俠也是在做一個多線 現在喬治亞也是家裡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是順手過多的是法蘭克路易斯這邊 槍兵沒有即時升級 現在還想要靠遊俠 真的是有點癡人說夢話 太難了 數量上已經沒有辦法支撐起遊俠的經濟 剩下87村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但身邊8687 數量一直沒有提升 末娜斯帕這邊直接手撕城堡 太狠了 法蘭克人這邊城堡數量其實兵不多 石頭並沒有開挖 大槍兵終於找個機會買賣補下 但是這邊聰明樹死到已經殺70幾村了 太慘烈了 路易斯 路易斯直接要被夾爆了嗎 遊俠雖然還在後面繼續防 這個騷擾當中 但是末娜斯帕已經抓上了非常多村民 聰明樹已經殺60幾村 哇 怎麼很突然 經濟就炸掉了呢 法蘭克沒有經濟了 不愧是現在的馬國霸主 穆娜斯帕 直接屌壓 法蘭克192有俠 看來是涼了 這裡還解不掉 沒經濟就沒槍兵 現在有槍兵還不一定守得住了 吐了 經濟實在太差 一直被戳掉村民 戳了349村 路易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喬治亞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個是出了116隻的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出了這麼多隻 傷害是真的蠻高的 可以看到莫拉斯帕傷害是20點傷害者 這裡就20點了 整體來說 莫拉斯帕的經濟跟後期的轉兵打法 都是優於法蘭克人 而且後面的這個強化教堂 也可以讓喬治亞的工作效率變得很好 而且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讓村民躲進去 對於對方燒耀來說 壓力也沒那麼大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喬治亞人 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法蘭克人這邊是稍微輸了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每個字幕吃飽了 我們會よ… 總之… 全面突然的